大家好,欢迎收看由千锋教育集团高端旗下纸柄牌好程序员为大家提供的快速玩转Spark系列之Spark号 我是主讲人之歌 今天我们学习的资点有如下四个 分别是在idea中我们创建Spark工程 Spark开发Wordcom的程序 然后我们Spark将程序型打包 和最后的Spark集群运行打包程序 那如果大家对视频当中的大数据感兴趣的话 可以添加我们千锋大数据学习的QO群 群号是241617568 那里边呢会有海上视频提供给大家 并且有老师为大家解答 那接下来呢就开始我们今天的正式学习 OK同学们 那么上节课呢我们已经完成了当前Spark工程的一个创建 给咱们大家简单说了一下Spark工程创建 包括一些成绩目录 包括咱们Po下面的一些配置 对吧 那这节课呢我们来编写当前Spark 到Wordcom的程序 咱们来实现这么一个Wordcom的程序 那接下来呢 这里我们呢怎么做呢 非常简单 选中SRC 然后选中Mate Mate下面呢有个Scalar 在Scalar这个位置呢 我们选中当前文件夹 然后单击鼠标键 拥拥什么呢 拥一个Scalar class 然后选择什么呢 当前class选择Object 然后点OK 然后呢在这也 点OK之前他会提示你 必须给我们当前名字 是不是那个重新写的名字 对吧 所以接下来呢 这里咱们起个名字 假如说叫做Spark Wordcom 然后点OK 那此时呢 这里我们就创建好当前一个 文件了 咱们这么一个Scalar文件 然后呢 这里我们呢 来书写我们Scalar版本的Wordcom的 单词统计 咱们Scalar版本的Wordcom的 然后呢 接下来呢 这里我们首先第一件事啊 我们如果想书写文件的话 首先第一个 我们需要有一个入口方法啊 Man 然后呢 这里我们通过提示呢 得到当前那个入口方法Man 然后我们想创建Spark工程的话 那这里我们需要用到点东西 首先第一个 我们需要进行配置 需要对Spark呢 进行配置 如果配置呢 这里首先第一个 我们需要用到一个配置文件 也就是Spark工程 它呢 相当于是一个配置方式 相当于是一个配置方式 所以这里 VL工程 等于另外一个Spark工程 然后呢 接下来这里 它有一个 后面有一个方法 我们可以调用 叫SightAppName 就是设置当前 我们这个运行的 这个架包里的 这个文件 叫做名字 叫做名字 一般来说呢 咱们类名叫什么 那这个SightName 就叫什么 叫SightName 然后设置完Spark工程之后呢 这个我们接下来 再做一件事 因为我们要对当前 Spark当前程序 进行操作 对吧 所以此时呢 这里我们需要 再做一件事 就是创建Spark Contest的对象 那么这个对象呢 就是对当前Spark 当前的一些 风法的调用啊 一些集成啊 等等 只有有了它 我们才能真正的 操作Spark 所以它得怎么创建呢 它得这样做 VL SC 等于 6一个Spark Contest 然后小号 这里啊 需要传入一个参数啊 同学们 咱需要传入一个参数 传入什么参数呢 它需要一个 康复对象 就是咱们的配置 所以这里我们通过 Conf这个对象呢 可以得到Spark Contest 这个对象 只有得到Spark Contest 的对象之后 我们才能对Spark 程序进行一些操作 然后进来 我们就可以简单来做了 首先第一个 我们想读取文件嘛 因为咱们 WordCount呢 相当于统计技术嘛 统计当前文件当中 有多少个单词啊 对吧 那所以这里 首先第一个 我们想读取文件 怎么做呢 通过SC.2 有一个方法 叫做Test Fill 然后后边呢 我们可以传一个路径 这个路径呢 可以是一个字幕串啊 字幕串 那因为呢 我们最终是要提交到 集群上运行的 所以这个位置 我们可以怎么做呢 我们可以使用到 一个参数啊 就是当前在man这个位置啊 这是man入口方法 对吧 那这个位置是不是有个 二个字丝 对吧 那这个参数呢 主要的作用呢 是可以接收当前 你传递过来的一些数据 对吧 传递一些数据 那我们在外部 想传递一些路径进来的时候呢 就可以通过当前二个字 然后来获取 那这个位置呢 我们可以通过当前二个字 然后小号零 来获取当前输入的这个数据啊 输入这个数据 那此时呢 这里我们会得到一个反位值 同学们啊 咱们会得到一个反位值 那这个反位值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要用的叫做RDD了 RDD的概念呢 在后期呢 会给大家进行一个介绍啊 那这里 大家先看我们这个程序啊 咱先跑一个程序看一下嘛 对吧 所以这里 我们可以通过当前 Ic.tysfail 二个字呢 是获取当前 外部传入的三数值 然后获取当前那个文件 读取文件 读取完文件之后呢 接下来站往下 我们切分数据 切分数据啊 切分啊 数据啊 为什么要切分数据呢 因为这个数据是存在文件里的 那这个文件呢 存储的数据呢 可能是按照一定格式来存的 那我们想获取其中 某一个指定值 所以在这里 我们就得进行切分 所以在这里 let's.fontmap 切分并压平 那么我们下号线 点split 切分啊 然后呢 这里我们呢 就以空格切分吧 咱们就约定以空格做切分了啊 然后呢 接下来呢 这里我们呢 会得到当前一个粉位值 哎 写了一个分号啊 成量 咱呢 会得到一个反复值 scaler里面语言是不需要分号的啊 同学们不需要分号的 然后呢 这里他所得到的 就是一个切割之后的一个数据啊 他会得到一个切割之后的一个数据 咱们就叫握着死啊 咱们就把这个数据切除出来了 切除出来完成之后呢 进来这里呢 我们需要对单词经营统计嘛 对吧 所以此时呢 这里我们需要给单词进行一个 主的一个分析 所以这里我们将单词啊 组成 原主 所以此时呢 这里我们可以怎么做呢 或者是 第二 当前有一方法叫做 Map Map呢 是便利啊 便利完之后呢 这里我们直接小号下线 到号一 我们就可以进行一个拼接了 然后拼接完成之后呢 在这里此时呢 我们会得到一个原主 假如说咱们叫Termalit S 咱会得到一个原主啊 同学们 咱会得到一个原主 然后呢 它的数据内容呢 也是RDD 所以呢 所以呢 这里我们可以得到这么一个原主啊 得到这么一个原主 然后前面那个下号线呢 就是代表当前握着里面的单词 后面那个1呢 就是咱们拼接上去那个值 拼接完之后呢 那接下来这里我们使用到Spark中所提供的一个算子 这个算子呢 这个这个啊 算子可以将相同key 相同key的value进行求和 进行求和 那这个呢 也是在咱们当前Spark当中一个比较常用的 常用的 那咱们那个是 第二有一个叫做reduce by key reduce by key 后面呢 是需要当前的一个函数进行一个计算的啊 需要一个函数进行计算 所以此时呢 这里我们可以得到当前一个统计 那通过这个算子呢 我们就可以求出当前一个值了啊 sum的ed啊 用m-ed啊 咱们就能得出当前这个单词一共有多少个了啊 reduce by key 然后除此之外呢 这里我们还能做一件事 除了对当前排序这个单词经统计之外呢 我们还可以对当前的结果啊 进行排序啊 进行排序 那这里我们还可以定用到一个算子 叫什么呢 就是sum的 第二有一个sort back 然后呢 这里我们可以根据当前上面那个原主中某一个元素的值进行排序 后面呢 它需要两个参数 第一个参数呢 是需要你排序的那个值 第二个参数是依据什么形式来排序 那么这里默认是声序排序 也就是true 如果我传入fos的话 那这里代表的就是降序 然后此时呢 这里也会得到一个反位值啊 咱们会得到一个排序之后的一个效果啊 同学们得到一个排序之后效果 咱们叫sort的 那么经过一系列处理之后呢 当我们代码执行到sort的这个位置的时候呢 就已经将当时单词啊 进行个统计 并且已经排序好了 然后排序好完成之后呢 在这里我们对当前数据进行一个存储 所以呢 将当前啊 将当前数据啊 这个提交到集群中存储 咱们是不有Hadoop集群的 对吧 咱们提交到集群中存储啊 存储 所以此时呢 这里我们sort的sortd 第二 这里我们有一个方法 叫save as test view 我们在这里可以给一个位置 那这个位置肯定不能写死 咱们是不是有外边传呢 所以这里我们依旧可以使用 as这个参数 获取外部传入的参数值 那这样一来 我们就可以将当前数据 存储到集群当中了 然后这一切做完之后 一定要记住 我们要关闭 sortd 证明当前这个东西执行完了啊 咱们这个程序执行完了 OK 那此时我们当前的word count 就给大家写完了 那么下节课呢 教大家如何对当前word count的程序 进行一个打包啊 OK 那这节课呢 我们就到这里